我是四岁开始接触和学习京剧的 我是2016年 同班没有就男生学情义的 年轻人这儿接触京剧 会一开始听着绝对有点枯燥 毕业之后呢 也没有去进剧团 去创新了很多歌曲 把京剧跟流行的结合 然后搬到了荧幕上 包括这次参加一个福南卫视的节目 比如说用京剧的发音啊 去唱一些流行歌曲 让大家去慢慢地接受 跟熏陶一些京剧的元素 本次匿名的就是去给我留言 然后说原来听剧可以这样子去听 然后我觉得就很开心 我师父对我最大的影响跟教导吧 其实就是年轻人一定要去给勇于 去突破自己 去做任何事情 就他都是一直很支持的